你今天太让我感动了 让我感动的 不仅仅是这两块绸缎 而是 我觉得你心里有我 这处应该的 妙珠 我这脾气不好 让你受了不少委屈 怎么着 那我也得补偿补偿啊 只要你心里有我 我就满足了 你这衣服上什么味啊 怎么还是咸的 可能啊 刚才从家里去买布料 这一来一回啊 路上走了极了钱 出了不少汗 所以有一股咸味 对 不对 这根本就不是汗味 这分明 是海水的咸腥味嘛 你到海边干什么去了 再说 从城里到大海边 还有好远的路呢 这段时间 你一个来回也不够呀 你过来 哪有 那边有 你啊 是 你 要是 那边有 这边有 那边有 这么多的 我妈 你还要 我是你的娘子 我就是想知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臭娘们 剑骨头 剑骨头 这可怀疑我 怀疑我 我打死你 打死你 我压根就不该给你买这些绸缎 我护给了他 我死了他 我死了他也不给你 我给你 死了他也不给你 不中火 相公 我只是问问而已 你何必发这么大火呢 你那是问问 你那是审犯人 以后我的事 我不告诉你就别问 这我不中管 阿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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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圈哥 你们来了 你的那个疤痕呢 疤 什么疤 就是那次你跟我一起采药 后来你掉到水里了 被划伤的那个疤痕呢 你在说什么呀 我什么时候有过疤痕啊 就是你背上的那个疤痕啊 孟娘 你确定你看清楚了 我看清楚了 就是没有了 那 我的疤 疤痕 所以没有了 留下来的疤痕还能长好 我可真是没有听说过 那 那条伤疤还在我的后背上 你们啊 刚才一定没有看清楚那条伤疤 那你让我看看 那 那怎么能行啊 你就让我再看看嘛 好 好 让你看够 这后背上真的有伤疤啊 看够了没有啊 我现在可以把衣服穿上了吧 不 您 还没问我 真是 这 出阵gon 你 怎么 我很 我 你看 我们 你知道吗 我 你 你 送我 我连伤疤长在背上你都要管 伤疤长在我背上 又没长你脸上 以后你就别再来找我了 我们家不欢迎你啊 赶快走啊 阿姐 你是不是真的记错了 我又没有得失一病 我怎么会记错呢 真是奇怪了 现在的生犬歌 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也觉得是 少爷 您要的书我们都买来了 往这儿 往这儿 没什么事 我们就先下去了 好 下去吧 有事您叫我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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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多看看书呗 薛薛这对子 这不也是件雅士吗 好啊 多读书好 以后啊 你读书 我来给你沏茶倒水 你注文 我来给你铺纸盐墨 来 相公 相公 好 好 你先下去吧 有事我叫你 别耽误用功了 好好好 那我就不耽误你用功了 你好好读书 阿姐 我到处找你回家吃饭呢 你一个人坐在这里干什么呀 阿姐 是不是那个杨生犬 又招惹你了 生犬哥变了 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什么意思啊 我听不懂啊 他不是杨生犬 他是我不认识的人 都是杨生犬 在那里来 豐富 건 你娘 到此吃饭 先去 来 由arta 走 走 夫人啊 这妙珠师用了什么方法 把小凡这得是服服帖帖 还知道用功读书了 这就叫如水点豆腐 一物降一物啊 男人即便是再烈的野芒 也争不断女人柔情的缰绳啊 有道理 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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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瞧这脸脏的 我真是笨死了 我连个下联都对不出来 我这个鬼脑子 就是不开窍 气死我了 愁死我了 恨死我了 小凡 你别着急啊 慢慢对嘛 一个下联好好想想就能对出来的 你 你 你够对 你够对 对 似乎 你够对 也就不努力了 人家 被闲人跟山儿围 也别拖了 你够搅了 我收到得了 小白 别生气了 来 小白 小白 别生气了啊 对不起 来 喝完银耳莲子羹 喝完了 慢慢想 慢慢对啊 不着急啊 你就知道吃 你是猪辨的 怪不得你这个猪脑子 你跑啊 你别跑啊你 你过来 我这些 我让你跑 我让你跑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你让我又来又快 我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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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 住手啊 快快快 又败什么命啊你 小白 少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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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你别打了 你妙中了 你别打了 小白 别打了 出去出去 你别打了 我打死你 少奶奶 我打死你 我打死你 你怎么样啊 少奶奶 少奶奶 少爷他手太狠了 少奶奶 我觉得 您比我们下院过得 还不容易啊 少奶奶 少奶奶 快去帮我收拾行李 我要回娘家 我们发誓 我再也不回王府了 我 我实在是无聊了 小奶奶 我这就去 您别哭了 您这样会把身子哭坏的 您好 您好 阿妹 阿琪 你回来了 阿琪 阿妹 你怎么受伤了 没事 我是不小心碰的 是他们欺负你了 别胡说了 我在王府 不愁吃不愁喝的 谁敢欺负我呀 你骗人 你看你都哭了 眼睛都肿了 阿姐是胖了 所以眼睛看起来有点肿 阿爹 阿嫂还有桂花呢 他们都出去了 阿姐 你怎么了 没事 你让我看看 谁帮你打成这样的 小人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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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看好少奶奶 为什么不拦住少奶奶 你们 你们为什么让他走了 小人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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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死你们 我 没用的东西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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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讨厌 爹 小别别打了 小白 你发什么疯了 你 你 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啊你啊 阿爹 妙珠回娘家 我的心里特别地难受 我已经急过了阿珠的伺候 我 我 我已经离不开他了 我就把下人买 毛手毛脚的 哪有妙珠细心体贴啊 阿爹 我要妙珠回来 你也是个贱骨头 你既然已经离不开阿珠了 可你为什么对东 躲不躲地去打他呢 我知道 我的脾气一上来 我就控制不住自己啊 阿爹 阿爹 我要阿珠回来 阿爹 我怎么会这么妙啊 我肝西吓得你 我肝西吓得你 我肯西吓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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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干啥 我肯西吓得你 竟然把你打成这个样子 阿琴 都怪我 是我害了你 磨娘 怎么能怪你呢 是我自己愿意嫁给汪公子 其实 汪小凡对我 还是挺好的 他都把你打成这样了 你还说他好 他简直禽兽不辱 男人嘛 总归是有点脾气的 都是我不好 才惹他生气的 阿琴 你先休息一下 我出去一趟 莫娘 你要去哪儿啊 你伤这么重 我要去给你弄些药来 不用了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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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 住手 不要打了 不知莫娘驾到 有失远迎有失远迎啊 莫娘 你我两家现在已经是亲戚了 如果你来做客 我已上殡礼接待 我不要什么接待 我找汪小凡 我就是汪小凡 你就是汪小凡 你好大的胆子 敢把我阿杰打成那样 打了又怎么样了 小凡 爹 小凡快跑 救我啊爹 保护少爷 保护少爷啊 爹 救我啊 爹 小凡 你怎么是个瘸子 我儿子小凡的腿 早就惨了 你姐姐林妙筑 没有告诉你小凡的腿是怎么惨的吗 你 这怎么回事啊 那 那都是你们林家的罪过 跟我们林家有什么关系啊 你无急之谈 莫娘啊 你姐姐受委屈 我心里也不好受啊 犬子煎熬不驯 你得如老夫慢慢地教育她 管家 在 社业 还待贵客 这就去 我不打扰了 汪小凡 我林漠娘 不会伤害残疾人士 但是今后 你要再敢伤害我姐姐 你知道什么后果 好自为之 我 妙珠 你跟我说实话 汪小凡 到底对你怎么样 阿嫂 我不是都跟你说了吗 小凡他对我挺好的 我还暗自信心 嫁了这么一个疼爱我的相公呢 那这伤势怎么回事 什么恩爱的好丈夫 汪小凡 根本就是个畜生嘛 你胡说什么呀 二姐 我还要问你 汪小凡 怎么会瘸成那样 怎么回事 墨娘 你怎么知道的 你是不是跑去汪府了 墨娘 你把汪小凡怎么了 你说呀 你到底把汪小凡怎么了 妙珠 你告诉我 到底怎么回事 她的腿已经有残疾了 你不能再伤害她了 那她就能伤害你呀 我要是不看她瘸成那样 我就替你收拾她了 妙珠 阿嫂 阿妹 这件事你们都别说了 汪小凡毕竟是我的丈夫 阿爹 我准备回婆家了 怎么才来就要走啊 你不能走啊 要走也得让汪小凡 过来接你 向你赔礼道歉哪 阿爹 阿嫂 我知道你们是心疼我 可是我已经是汪府的人了 汪小凡就是个混蛋 他还是我的丈夫呀 再说他现在已经习惯了我的丈夫 我不在家 我也挺担心他的 阿姐 你不要再回那个地狱了 不要再让汪小凡欺负你了 阿妹 她在怀疑 然后他对你变本加厉 其实你们不知道 小凡在我的精心照料下 已经改变很多了 我已经看到了 我的忍耐 我的付出 我的真情所带来的变化 我想 他就是一块尖兵 我也要把他物化 他就是一块岩石 我也要把他暖热 可是再怎么着 你也得把伤养好再走吧 阿嫂 可是 我是真的惦记小凡 他的腿不方便 每天晚上起夜 都是我来伺候他 自从成亲以后 这些事情 已经不再让下人管了 我不在家 他每天晚上 就只好尿床了 听听 妙珠姐 这跟汪家少奶奶 当的真是风光啊 这哪是嫁了个丈夫呀 整个是找了个傻儿子 老儿子嘛 不管你们说什么 我都已经决定好了 我必须回去 必须走 婉珠姐 那怎么会找到呢 我 你又不尽住 胃儿子 他们不尽住 你只不尽住 你别找你 行 然后你还会 我 所有友写 妙珠 你不要太过为难自己了 阿爹 阿嫂 莫娘 桂花 我走了 你们都保重啊 受了委屈就回来 阿姐 阿姐 要丰富不动 妙珠 你回来了 你去哪儿了 你都把我急死了 我叫下人四处去找你啊 妙珠 我 我 我到娘家去散心了 小河 你先下去吧 是 我给你倒茶 妙珠 给 你不生我气了吧 娘子 咱夫妻可没有隔夜的仇啊 你就别生我气了 我要生你的气 我得气死 去 Koh 主张 你脉搀到床上 我回来再给你洗一遍衣服呗 娘子 你对我太好了 我知道我错了 我不应该打你 我 我把你打疼了吗 我看一下 不要 我再不让你看呢 你要看你的战功啊 其实 我打了你 我也后悔 可是一到气头上 我就控制不住自己 我 我就手去发痒 娘子 我保证 我以后再也不打你了 你还在对这个破对脸啊 对不出这个下脸 搞得我这心里啊 就像着陆魔一样的难受 你又不考状元 对不出就对不出嘛 不 她对我太重要了 对我太重要了 又不当饭吃 有那么重要吗 你不懂 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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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能力的证明啊 破了这个绝对 我就有成就感 破不了 就说明我笨 我一定要证明我自己 不是个蠢灾 那好那好 只要功夫是贴重也能磨成针 滴水上能穿石呢 但是相公 你一定 要静下心来慢慢地对 千万不要着急 好不好 娘子 你真好 慢点 你这衣服上怎么又有一股海星味啊 我还是想死你了 来 娘子 你真美 来吧 娘子 等等 你这衣服上怎么又有一股海星味啊 我还是想死你了 你去哪儿了 怎么还有沙子和海藻 我呀 去海滩上坐了一会儿 还躺了一会儿呢 所以我就把海藻 海水味和沙子都带回来了 你又骗人 从这里到大海边 正常人也要走半天呢 更何况你腿不好 你怎么来得及呢 来 娘子 你就 你就别问了 不行 你不说清楚 我心里不踏实 要不然你就别碰我 臭娘们 你还不如死在你娘家疼了 太不如不回来 我打一个不知好歹的东西 王小凡 你刚说你不打我的 你怎么又动手打我了 我该挨走 我的心情全都叫没了 你再你娘家吞了 回你娘家吧 你 雪海兄弟来吧 今天仍然无传经过 大家只能喝酒赌博度日了 咱们干的 是大家劫舍的一生 这么多天竟然无传可截 道成这白山来好兄弟 吃什么 喝什么 再这样下去又是长久之机呀 大哥 恕小弟之言 咱们建船就结 建材就抢 那周边的商人渔民 早就温风丧打了 那谁还敢经过我们的海域呀 你好 传令下去 今日就不要出去接船了 等海上恢复了通航以后 我们再动手 好 我这就去传令 另外 告诉岛上的弟兄们 化妆称渔民 把劫来的干货运到泉州和莆田 去把它给卖了 一边卖一边告诉当地的百姓 就说这一带的航道同航了 没有海盗劫船了 好 大哥 这主意太好了 这样啊 往来的商船渔船又会频繁 我们的财路就会兴落发达了 来 我这就去传令 解吧 解吧 你们都在这儿聊大天 不出海了 这海肥啊 虫出海面 这全折斗普天的海路都不通啊 商船进不来 咱们的海货运不出去 咱们吃也吃不完 烂了可惜了 还不如歇着呢 就是啊 那我们就把海货晒干 存起来啊 海路不通 存起来卖给哪个呀 咱们谁家缺干货呀 海路总是汇通的 那大伙儿就等海路通了 咱们再出海也不迟啊 这海肥忙活啊 咱们就吃好些了 什么时候等海肥抢够了 咱们在干嘛 各家恩公的海货是越宰越多 这是常用物件 又买不到 这可怎么办呢 这个 我看这样吧 莫娘啊 你让大家伙儿呢 把余货都给晒干了 晒干了以后呢 咱们就划船去一趟泉州 然后这些货都给卖了 卖完了以后呢 再换一些常用物件回来 莫娘 你觉得呢 爹 那大家都去把海货 拿到这里来吧 好啊 这太好了 对啊 那肯定好啊 我说各位 你们都信得过我离院了 林家哥 谁还信不过你啊 你就是赚钱 夜市上和公道 下和天理的 大家还得感谢你呢 是啊 是啊 好 你们快去准备吧 快去吧 好 好 好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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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这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是啊 你看看 生犬 爹 娘 你们回来了 吃饭吧 来 这 这是谁做的饭啊 是啊 是我做的 是 你做的 是啊 来来来 尝尝 好好 尝尝 我做得怎么样 来 尝尝 来 娘 尝尝是不是娘做的这个味儿 还好 在哪儿 尝尝 可不可以 我的 你们 fant arise 爹娘 好吃就多吃一点 还有啊 我把爹娘的脏衣服也给洗了 你把爹娘的脏衣服都给洗了 你长这么大 可都是娘给你洗衣服呀 自从那四海难之后 我对大海充满了恐惧 我不能出海打鱼 现在家里没事做 也想帮着爹娘做些家务啊 要不然 我真是个吃白饭的废物了 犬儿 你真是娘的好儿子 阿犬又懂事了 他又知道体贴咱们了 拿酒来 咱们今天好好地清和清和 快去 来 好 大哥的拳打得实在是太好了 贤弟见笑了 跟贤弟的铁爪弓比 我真是小无间大巫啊 大哥谦虚了 有什么事吗 刚才徐云海牢牢来报 说海面上出现了一艘官船 你小弟看 咱们做海匪的应该有些品位 你说穷渔民的那些 咒鱼烂虾有什么价值啊 但是官船可不一样 上面都是金银财宝 我觉得送上门来的财富 我们不能不收 官船方范严密 船体又大 胜算能有多少 有小弟在 您尽可放心 请端坐龙虎堂 带小弟的捷报 好 贤弟 当你得胜凯旋 权党的弟兄们以罪方休 开工 是 殿下 殿下 说 小的徐云海回来 发现一艘大船经过海面 好像是官船啊 特来禀报 官船好呀 把他们毁了 就更容易返回到天庭了 好 传令下去 让他们把事情闹得越大越好 是 莫娘 你不得了 咱们已经平安到达泉州港了 你呢 到四处转转去 我还是跟你们一起去卖海货吧 你不懂 这卖海货呢 你可没有我们内行 万一这个海上出了事呢 你还得去救人吗 别耽误你的大事 是啊 莫娘 你一个姑娘家 给我们两个老头子去卖货 那也不合适 要不你先去转转去 义大叔说得是 到了黄昆的时候呢 你就到海盗出没台狱去接我们 这就可以了 那行 阿爹 阿伯 那我先走了 走吧 我们黄昆见 自己小心啊 喂 小伙子 来两个人帮帮我们的忙啊 好嘞 好 把这儿都过台上去 兄弟们 这次 咱们绝不能失手 大哥 你看 前边有艘好大的关船呢 怎么靠上去 打他们个人影马翻 是啊 靠上去团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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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上次我们经过此地的时候 海妖作怪 把我们弄得人仰马翻 这次一定要小心 传练下去 令所有船员 谨慎行驶 沉着冷静 小心戒备 端正方向急速前进 朱使所言极是啊 吴朱使有令 端正航向急速向前 被冲啊 仓愿在场上 南附罢团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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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 在 你看 他眼睛给我睁大一点 殿下 这么大的官船 咱们这是老鼠啃西瓜 无从瞎口啊 是啊是啊 无从瞎口啊 大白莎 等一下 你的大嘴是用来啃西瓜的吗 用的 你打头阵 让我们看看该怎么咬 我 殿下 这么大的船我怕咬不肉啊 说什么 一口咬不肉就不会多咬几口吗 听见没有 去 好 是 我试试 怎么是他们 倒霉 是 杀得倒来 寸功未奸 初出茅庐 就碰见了龙宫的人 你不碰见了 是啊 天不帮我呀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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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 怎么了 前面有海妖截传 海妖 我们没办法跟海妖抗衡了 撞我的命令下去 撞队 是 二代我说的 撞队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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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好 在这边看这边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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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可不错啊 这边 这个不好 这边 可不错 这边 可不错 可不错 让一下 让一下 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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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一下 不好 果然不出塑料 好 海妖来袭 徐家人 船宁船员 大家保持小心谨慎 停止航行 我们暂时就停在这里 等待救援 救援 谁会救咱们呀 谁有能力救咱们 林墨娘 我相信林墨娘 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哪能回回都让她赶上啊 吴政时 非之劝你 宁可舍尽求远 绕过这条航线 可是你独断专行 如果此船不保 你难逃重择 看我的 去那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